再来我们看第三个 一个圆轴角的 再来我们看圆轴角相关性质的第三个 它说一个圆里面平行的两个弦 所结的弧度数相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B珠 它是平行AC的 那么这个圆化过去以后 它会结出两个弧来 第一个就是弧AB 另外一个呢是弧CD 那这弧AB跟弧CD 它的度数会一样 为什么弧AB跟弧CD的度数很一样呢 很简单 假设我做一条辅助线下来 把BC连接起来 第一个连接BC 好 这个时候角1会等于角2 那么角1会等于角2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因为它平行 所以这个角1等于角2 它是一个内挫角 内挫角会相等 所以角1会等于角2 既然角1会等于角2 角1的度数会等于 所对弧的度数一半 所以角1就是弧CD的一半 那么角2它是一个圆轴角 所以它的度数也是 所对弧度数的一半 所以角2会是弧AB的一半 那两个角既然相等 所以1分1的弧CD 就会等于1分1的弧AB 那两边都有1分1约分约掉 我们就得到弧CD 会等于弧AB 那这一题我们就证完了 所以一个平行线截过去 或者两个平行的弦截过去 所得到的这两个弧 它的度数会相等 这就是圆轴角相关性质的第三